老闆我這樣算動作太慢嗎? 還可以 還可以獲得認可了 請問公主薪水多少? 醒不到一小時沒有公主薪水 今天行程真的超乾的 然後因為晚上有一個訪問 然後我頭髮很傷所以現在去剪頭髮 我目睹了警察抓小偷欸 你看 那我還要不要活嗎? 建一 嗨 剪完頭髮了 謝謝喔 掰掰 我來帶路 欸 伯伯好 你好 我來帶路齁 這是紐約的音樂學院的博士 我們進來到師大的校區了 我小時候也常來師大 因為以前那個玩家樂器 就在師大這邊 就在後面這邊 你是來買書法用具嗎? 現在上樓 好 好 我們剛才跟師大表演藝術系所的所長聊完天了 一開始我想像的是 比較嚴肅的一個場合 但沒想到我覺得他的 本人 跟我想像中差蠻多的 我覺得其實我 以前是那一種 不太可以跟陌生人好好聊天的人 但是今天我覺得 一開始的時候我也是 沒有講很多話 然後聽他講 他們的故事 他們去大陸啊 或是全台灣各地做很多的 表演、舞台劇、音樂劇 上面發生的趣事 聽完以後 再分享一點 試著分享一點自己的 經驗跟 演出遇到有趣的事情 然後開始大家就可以 慢慢有一點聊天 可以開始啟動 我覺得這也許對大家來講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這個是我最近才開始在 學習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有時候 會有一點點 溝通障礙 然後不認識我的人 都會覺得我看起來超級兇 然後我覺得現在想要 試著先從一個聆聽者 的角度去出發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把自己的心都封閉起來 然後覺得別人 反正我又不認識 我不想了解他 其實也在某一個狀態 就是把很多的可能性 跟交朋友的機會都切斷了 現在回到了工作室 然後我現在把昨天的錄音還有編曲來修改一下 趁著待會兒訪問之前 等一下晚上有一個雜誌的拍攝 所以我現在要來ZOO 整理頭髮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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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晚餐來了 他這樣錄影 然後這樣沒有聲音 看起來好像很笨 你說這個喔 都不講話 就是東西拿回去 HELLO HELLO 就是你之前看的 我很笨 好我這段幫你把那個聲音開 HELLO 就這一段 只有這一段有聲音 像講到ZOOM這間髮廊 我也覺得蠻妙的 我發現每個人都是不太一樣 有些人就是 一聽到可能哪裡有開了一間新的髮廊 很有名就很想去試試看 或是有什麼新的設計師就會想去試試看 但是我 從櫻桃幫一開始 需要去髮廊一直到現在 我幾乎是沒換過地方 也沒有換過設計師 就是屬於那種 對一些 特定的東西有依戀症的人 就是很喜歡 跟某個地方建立情感以後 就不會想要輕易的更換 然後像很多東西 我都會想要找到一個 屬於自己然後很可以去習慣 很喜歡的東西以後 就不想要再換的人 那這跟每個人的個性真的都有關 但是我後來發現這個特點以後 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不知道是我真的很重感情 還是因為zoom真的太好了 大家現在鏡頭起霧了 你就知道剛才我在zoom裡面的時候 有多冷 今天真的是超級冷 好現在起霧有點太誇張了 等一下 現在還有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拍攝的地方是 櫻桃幫的吉他手瓜開設的酒吧 所以我今天會見到瓜 而且說不定還會跟他一起合拍一些照片 覺得超期待 因為我一陣子沒看到他了 而且好久沒有是工作的時候 然後要碰到櫻桃幫的人 覺得有一種 王室麗麗在目的感覺 我現在先走去跟Edward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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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啊 有凱哥 嗨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瓜 嗨 嗨 現在一團亂 先到進一個吧台該做的責任 好 今天除了阿瓜以外 還有 算是100勇凱哥 他也是我們在櫻桃幫時期的夥伴 好事格 約莫 快要 我不想說出是十年 但真的是十年了 我們大家可以在一起工作 覺得超開心 然後我剛才在亂翻瓜的包包 覺得 女子樂團的默契 然後他的包包都還長得跟以前一樣 啊 欸 現在在幹嘛 公讀阿 打工有沒有 幫我們老闆娘洗碗阿 欸 老實想 我沒有 沒有打過工欸 所以 這也算是我人生難得的體驗 我覺得沒有打過工的人生也是 很悲慘的 我覺得蠻悲慘的 我覺得蠻悲慘的 因為到後來你就會 做很多事情都覺得 很沒辦法得心引手 我覺得這一切原因就是因為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銀桃包 然後都沒有打夠的機會 所以 五人生缺少了快十五 感謝你有這個機會讓我完整 這可以吧 不吧 你要叫過來怎麼吃 我一定要加吃 落貨 落貨的希望 可是我以前還信任就是 酒吧的 個杯子 我現在覺得 應該還蠻值得信任 像我這洗得很乾淨很認真 那是因為你洗得很乾淨阿 你說別人可能不會洗得很乾淨 沒有 過了一定洗得很乾淨 我覺得我洗得蠻認真耶 就是當自己家裡玩在洗 對啊 你以後就常來洗碗阿 老闆我這樣算動作太慢嗎 還可以 還可以獲得認可 喝了 瓜哥說你有一個月的試用期 請問公讀薪水多少 洗不到一小時沒有公讀薪水 你腰都很痠阿 你看我已經沒有塗多久了 好辛酸喔 沒有我說那個 公讀薪很高 你以後不能去打澳 我說公讀薪阿 好 站到裡面感覺就不太一樣 就是跟外面是顧客阿 你有責任感 在裡面就有一個責任感 對阿 就像杯子你要洗乾淨 不然有人看到了 不會送你 比較固責 謝謝